一名拥有拿督头衔的男子和另外七名追随者 涉嫌参与私会党活动 并涉及多起严重罪案 今早被提控上庭 由于这八人涉及的都是严重罪行 因此警方都是鹤枪实弹 将他们压解上庭 来看相关新闻和一组法庭简讯 一名拥有拿督头衔的男子和另外七名追随者 涉嫌在去年1月18号至8月19号之间 在柔佛伊斯干达布特拉 参与一个名为Gang-21 Japan的私会党 并涉及包括谋杀 绑架 磁械 贩毒等多项严重罪案 今早在多名鹤枪实弹 全服武装的警员押送下 被带上新山推示亭 在刑事发点第130V条文下被控 八名被告的年龄届于25到42岁之间 一旦罪成 最高刑罚是坐牢20年 警方透露 这是我国在有组织犯罪 被列入2012年国家安全罪刑法令之后 第一起被控上庭的案件 另外在沙南高庭 由于4名移民局官员涉嫌收取贿赂罪程的上诉申请被驳回 法官命令4名被告从今天起执行刑罚 这4名被告被控在2010年8月期间 滥用权利 收取少于1万令吉的贿赂 让印尼外劳在没有符合条例的情况下进入大马 这4人分别被判坐牢5年到6年不等 罚款介于14000至12万令吉 一名陆军下是因为在上星期涉嫌强奸 一名26岁的女子今天被控上安邦地庭 36岁的被告莫哈莫·祖卡曼因 在法官念出控撞前就要求展开审讯 由于被告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他请求法官降低保释金 最后法官允许被告以1万2千令吉保释外出 案件定在8月25号过堂 MTV7综合报道 MTV7综合报道